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知道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是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这是党的十九大的主题 那么它的鲜明主题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两个革命 一以贯之 在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的十一月二十五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当选的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时 铿锵有力地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 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这就是两个革命的思想 伟大社会革命 伟大自我革命 在时隔两个多月后的2018年1月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 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 再次对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他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 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而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在2月14号春节团拜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 今天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以逢山开路御水驾桥的开拓精神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 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 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 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在3月20日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当选了国家主席 他在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 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 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应 与人民同甘共苦 与人民团结奋斗 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 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在4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时 他又深刻指出 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要领导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就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不能动摇 要求不能降低 力度不能减弱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重大部署 在整体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的同时 重点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 确保我们党 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革命的一系列的讲话中 革命是个广义概念 就是推动社会进步 推动社会变革 它既包括思想革命 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 也包括工业革命 产业革命 科技革命 中国共产党经过浴血斗争 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政治革命的伟大胜利 并接力进行了更为深刻 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要领导好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就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必须始终焕发革命精神 他还指出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 他完整的引用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 多次讲过的一段话来激励全党同志 这就是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 那么一股革命热情 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两个革命一以贯之的思想 高度凝炼了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 实行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的 九十七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接续奋斗 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 不断推进社会革命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标柄史册的人间奇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 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 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 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我们讲这个过去五四运动 眼整风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样一个思想革命胜利了 但是解放思想的思想革命永远在路上 我们夺取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胜利了 但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完善政治上层建筑的自我革命 仍然在路上 正在进行之中 那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无畏一体的社会革命 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 革命永远在路上 所以说我们必须始至不渝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奋力夺取新时代社会革命的伟大胜利 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伟大社会革命当中 更加展现出强大 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力量 那么勇于自我革命 从严管党治党 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 作为一个拥有97年历史的大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 不是因为他不犯错误 而是因为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 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 不断自我革命 堪悟纠错 从而保持了蓬勃的朝气 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进入新时代 我们党也必须以自我革命 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 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必须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 焕发出新的强大活力 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是紧密联系 有机统一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中国共产党协同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一方面坚持全面双化改革 攻克体制机制的玩杖顾及 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 使社会发展活力充分迸发 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由衷的点赞 另一方面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推进全面从业制党 坚决整治和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 对党长期执政威胁最大的问题 推进党的建设开创新局面 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都是我们党协同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结果 时代是初卷人 我们是大卷人 人民是月卷人 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 过去的辉煌也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 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者 因此不能丧失革命精神 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 长治久安 那么全党就必须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 那么一股革命热情 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绝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 绝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 也绝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 要勇于把伟大的社会革命和伟大的自我革命 继续推进下去 向人民交上一份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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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